我不知道咱们越战越勇的观众 有没有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视频的主人公呢 就是台上的二位 86岁的王爷爷 骑着一个三轮车 十几公里 会给远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孙女 专门送去一碗绿豆粥 这个视频播完之后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很多人看过 所以大家也在好奇 为什么孙女读书 那一天爷爷要去送这碗绿豆粥 因为那天有四十多度吧 爷爷想着这么热的天 他就骑二十多公里的三轮车 给我送到楼下 当时就是特别感动 所以那么热的天 喝到那碗绿豆粥是什么感觉 超级结束 超级幸福 对吧 那网上当时有没有人留言呢 你都那么大了 还让那么大岁数的爷爷 专门骑车去 他们肯定 但是大家都是比较羡慕 就是说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爷爷 爷爷经常到我们家 给我送好吃的 就比如说 可能两个甜瓜呀 或者一个桃子 一串葡萄 他就觉得 他买的最好了 最甜 然后要送到我们家